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謝謝主席 請主委 主委請 秀恩好 你很有自信 我很有自信 所以你就不給你們市面資料 我現在請教你 我也都不帶資料 你認為沒有問題 我認為台灣金融業問題重重 那現在說保險業好了 現在保險業 我們不說哪一家 我們說總體 不管你認為哪一家建錢 哪一家不建錢 我說總體的資金 你認為 沒有充分利用的 閒置的 目前 總金額大概多少 然後 佔整個保險業的 這個總資產 百分比多少 就一個式子就好 各位委員報告 現在的總資金15兆 可以應用的資金 那實際上 這個充分 被充分應用的資金佔多少 15兆裡面佔多少 各位委員報告 其實他有一些看 基本上都運用 只是 到底有沒有高度使用 因為有一些是到國外去 百分之45 那股票大概5%左右 那不動產大概7.5%左右 等等 所以 還有行大部的存款是買公債等等 這邊有答案啊 多少啊 我跟你講比例啦 總數 你現在如果說面對這個 懂得經濟的 重視經濟的 腦海裡面有經濟的 對 這個行政院長的話 他問你說 欸 我現在 景氣的這個復甦啊 我要刺激他 我需要動能 那我需要動能呢 我需要動用資金 那到底資金過不過 那如果資金過 我就不會要求作業銀行給我放鬆 銀根嘛 嗯 齁 就你們 實際上作業 可能因為你的不當管制 齁 掐死他 限制太多 導致他的資金咧 他想用 沒辦法充分利用 這才是問題之所在嘛 各位報告 這個是其實 當然啊 表面上 所有資產一定要動啊 齁 多少保險公司 擁有的土地 養地養了五年十年以上 那一個資產 裡面 資產結果裡面 那一個資產呢 是閒置資產 但是你 你報表上說 喔欸他 很有錢 好 各位我們投 保險業投資不動產 必須要及時可以使用 不是啊 我是極力而言 你不要答覆這個啦 我現在問你這個閒置資金 在賺多少 你看 各位報告 已經去掉五分鐘了 所以還沒有答案 各位報告 幹嘛跟你報告 這偏閘你在管理 百分之九十九都在使用啊 沒有閒置資金啊 好 百分之九十九都在使用 現在保險業的資金 百分之九十九都在使用 都沒有閒置資金 是 只有百分之一 齁 那等於說 這個十五兆裡面 百分之一多少 蛤 四兆裡面百分之一千五百億 左右 一千五百億 沒有充分使用 如果這個保險業擁有這樣大量的資金啊 百分之九十九是充分使用的 只有百分之一沒有使用的話 那台灣銀根是很緊的啊 怎麼會很鬆呢 怎麼會鼓勵到大陸 到大陸去 放 這個 走到現在 這個金融風險最高的 這個地方去投資呢 這不是矛盾嗎 根本沒有矛盾啊 那應該洗金 喔 洗錢如金啊 各位沒有矛盾啊 你整個使用之後整個 你不要還清楚啊 你是專家 整個使用之後 他的資金最後還是流到金融體系裡面啊 不是啦 你的信 你就說這個 你應該是 追蹤他的 使用結果的效益 不是管制他使用的這個過程 各位委員報告 我們沒有管制啦 其實我們就保險公司分兩類啦 假設他是一個非常健全 非常好的辦公室 我們幾乎現在不管他啦 那假設一些問題辦公室 如果對一個 你所說的99%就重溫利用啦 那我現在就問中葉院長的時候 我說你不要再資金管制啦 你應該放鬆 放鬆贏坑才對啊 所以贏坑很鬆啊 先贏坑非常的鬆 這不是矛盾嗎 不會矛盾啊 使用了99% 你還是說贏坑會鬆 如果說今天實在百分之七十 百分之六十 有四十閒置 不會不會 那時候贏坑才是鬆 怎麼會衝這個99%使用以後 剩下百分之一顆用而已 因為贏坑很鬆 那整個 那如果說贏坑很鬆 那資金又重溫使用啦 這第一個矛盾 第二個矛盾 不會矛盾 比如說現在整個金融體系啊 金融體系 存款33兆 換款就23兆 就是超過準備就10兆啊 當然很輕鬆 很寬鬆啊 那為什麼會超過準備那麼多 就是你限 你很多不當的這個使用限制 讓他資金想去用 沒辦法用才會 才會這個限制嘛 這又不是矛盾了嗎 不會不會矛盾 你剛才到現在 所達戶的 都自我矛盾啊 我都不會矛盾 到底我們的這個市場的銀根 是鬆還是緊的時候 如果他這個資金啊 99%的應用 表示銀根 市場銀根很緊啊 各位報告 不是很鬆啦 不會 比如說銀行 如果很鬆的話 他的資金就沒有出入 所以資金的這個使用 就不可能達到99%啦 不會 不會討價 比如他應用的一個方式 比如他存款 存款是應用啊 買存款 那存款也就回到銀行體系去啊 不會 對 這跟兩個是兩碼事情 你怎麼會賺呢 不是要賺啦 我講實際 我不是要賺啦 不是啊 我是從業者的陳情 業者說 你對他們資金使用的限制 綁手綁腳 太嚴重了 當然他 表面的資金一定 每個資金都有出入嘛 不可能說 我這個資金 即使利率再低 即使那個效益再低 但是他 在被你限制之下 那他總是要 動嘛 所以 你把那個表面形式的資金 有用途 就當成資金已經充分利用 這是問題嘛 各位委員報告 其實我們也希望 可以 也給這個保險公司 有更大的保險公司 現在問題出在哪裡 問題出在說 你既有的 這個法令規定 你們都 非常的行規盜己 這個守得死死的 但是你給他 這個資金有效應用的可能性呢 是很低的 有效應用就是 對經濟有幫助 對他的收益有幫助 相輔相成 他個體的資金收益 收益力提高 那對總體經濟的 這個貢獻 成長的貢獻 提高 這是 所謂的相輔相成 但是 他資金因為形式使用 但是他沒有有效利用 所以 對經濟的貢獻很低 經濟成長力很低 所以整個經濟很沉悶 投資 找不到空間 看不到希望 所以這個時候 資金呢 因為除息還高 所以資金呢 表面上 就所謂的充裕 其實那是沒有出入 不是 不是資金充裕 我現在要問的就是說 這個出入 資金真的有效的利用出入 被你們的這個管制 卡死了 我問題是在這裡 各位委員報告 其實 我們有非常鼓勵 所以這個時候所謂 所謂自由化鬆綁 但是自由化鬆綁是什麼 自由鬆綁是什麼 台灣資金不行 要讓人家來 結果世界看不起台灣 通通走掉了 結果中國 有特殊目的的 剛好承襲而入 現在問題重點就在這裡 很清楚的 那我們擔心的 不是中國來 我們擔心的 體質太弱 然後國際都不來 台灣的市場呢 錢錢錢不好 所以人家真正 善者不來 結果呢 中國不善者來了 來者不善了 所以呢 所以現在就 我們要趕快把自己的這個資金 自己能夠使用的 操作債務的這一部分 有哪些不當的管制 有哪些行政措施 是 這個 捏得太緊啊 防解 防小偷 防解的心理太嚴重了 這時候要趕快鬆綁 是 謝謝委員的指教 其實我的想法跟你一樣 其實在做監禮 結果你現在的什麼三字劍啊 那都不是鬆綁欸 那 那開玩笑咧 因為其實我們金港會也其實 做了很多的鬆綁 你現在 你開放 剛開放那個 那個先買再賣 的當入充 那是最高度的 這個 投機風險性的 這個作為 但是你現在 為了 這個製造流量 為了製造股市的流量 因為量大 價錢會漲嘛 所以這個時候你這種 對短期的刺激 採取的這樣 最高風險的這個作為 齁 這是相當嚴重的 但是這個時候 有 有些 長期可以有效投資的 那些管道被你 封死了 那些有 願意做的人 被你管 被你這一個捏死了 不會不會 其實委員 其實我們 我們最近 開放很多措施啦 其實兩個 其實我們就金融管理 真的這兩個 兩項 第一個 所紀律 一方面另外盡量開 今天這個 事實上 我是認為 你們對今天所有的 提出來這個修法 的態度 是太草率了 不會不會 所以 表面上 你的胸有成竹 反正 囉嗦 我一定 做得很好 所以我不用幫你報告 所以你的資料 屬民資料都沒有一一 詳細的 這個 這個回應 我兩句話話 沒問題 沒問題 謝謝委員指教 所以委員指教 我們不會啦 我們這個心態其實 不會這樣子 謝謝委員指教 不會不會我們 很誠懇 我告訴你這個法 他們怎麼刪的 還要清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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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才會出事情 我要報警 不會不會不會 這位自清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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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學員的質詢下位請